乾隆皇帝过生日 全国各地的官员来给他贺礼 唯独浙江巡抚孙有道 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主要是因为他的官服 实在太破太久太烂了 朕记得当时看你帽子上的英子旧 让太监赏了你一挂心的 怎么没有戴上呢 皇上 臣把那套红彤彤的英子摆在家里 天天看着日日瞧 不忘君的恩德 孙有道 在 朕看你官服上的补子 颜色也不那么鲜明了 成奇万岁 臣的补子是化的 臣为官三十年 这身朝服 臣已经穿了二十年了 乾隆皇帝夸他勤俭节约不浪费 是个为国为民的好官员 主张大家伙向他学习 孙有道听完以后受宠若惊 原本想着在乾隆皇帝面前装装样子 结果得到了乾隆皇帝的嘉奖 自己回浙江以后要好好地发扬光大 结果他连夜奔布公告 让浙江省的官员向他看齐 所有人不允许穿新官服 一律穿旧官服 官服越烂越破 补丁越多越好 这样的官服代表着有能力官位高 结果浙江省就乱了套 所有人争先恐后抢购旧官服 甚至有一些二道贩子都卖到了一百五十两一套 正常做一件新的 也不过在二三十两银子左右 可见其中实在是暴利 很多人没有买到旧官服 想方设法把新官服做旧 于是就出现了非常荒唐的一幕 所有的浙江官员全部躺在地上 像驴打鬼一样 这一幕被刘罗国看在眼里 痛在心里 这一剑剑一装装 实在是太过荒唐 这样下去 整个官场都乱了套 刘罗国必须想办法及时整改 这天浙江巡抚下令去他的官邸里开会 大家伙全部都穿上了戴补丁的官服 唯独刘罗国穿着崭新的官服 出现在众人面前 大家伙就像看猴一样盯着他 当时孙友道都有些发火了 刘罗国这是不给自己面子 居然违背自己的意思 这不是啪啪打自己的脸吗 刘罗国解释说 自己实在是没有钱购买旧官服 旧官服已经被炒到了天价 根本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起的 偏偏在这个时候 孙友道的管家从外面回来了 兴高采烈地冲着下人高声呼喊 这一下子真相大白了 每一套只花了我二两 你们回来的正好 我们手头也没货了 这一套就能赚一百两 四十套 四千两银子呀 四千两 这一下子真相大白了 大家伙都明白 这一切是孙友道的圈套 原来他带头穿旧官服 他就让手下把市面上的旧官服低价收回来 然后高价卖给在座的各位 从中赚得盆满钵满 刘罗国一听 有旧官服买卖 他直言说自己想买一套 既然大家伙都是同事 孙大人肯定不会赚大家的钱 肯定以原价出售给大家 说着带头就冲出去了 孙友道尴尬坏了 就在流罗锅跟孙友道管家讨价还价的时候 孙友道慌慌张张地走了出来 什么人在此心 老爷 小人回来了 大人呢 他是您的人 什么回来回去的 你滚出去 老爷 小人知道您的吩咐 你知道哪个老爷的 老爷 谁叫你们把外面的人给我放进来 你这是寻台府 这你简直成了独播 他是外人 这像什么话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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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去 各位大人你们看 这真是人怕出名 猪怕壮 连小贩都知道本官爱用救货 竟把生意做到我家里来了 真是你可 哈哈哈 孙友道当时尴尬坏了 恐怕用脚指头都能尴尬地抠出三十一厅 唯独刘罗锅放声大笑 笑寻抚大人太无知太荒谬 孙友道看刘罗锅不给自己面子 就给他安排了一个苦差事 最近来了一个外国商人 名字叫查理 他愿意出一万两黄金 帮助浙江农民养残纺织 三年以后只需要还给他丝绸布料就行了 不过跟洋人打交道很麻烦 大家伙也不懂外语 加上刘罗锅是乾隆皇帝派来的织造 所以这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就落到了他的头上 刘罗锅不是第一次跟外国商人打交道了 上次英国使者来贡献杨妞也是刘罗锅接待的 所以他跟外国有人沟通交流起来丝毫没问题 甚至是如鱼得水 毕竟洋人没有那些弯弯绕 没有那些花花肠子 说话做事直来直去 两个人倒是聊得很投机 外国人的投资无论是意义还是金额都很重要 孙友道对这次商谈特别重视 所以早早的就来到了会客厅 孙友道年龄大了 经历不像年轻人 既然客人还没来到 不妨在这里小气一会儿 于是他就坐在椅子上打个盹 没一会儿的功夫 刘罗锅就带着洋人来到会场里 结果洋人看到官员穿的全部都是破衣烂鞋 两个人一路走到了会客厅 刘罗锅一眼就看见了孙友道的大脑袋 查理却没有注意到 他在这不解地问出心中的疑惑 刘先生 刚才站在那儿的就是贵胜的官员 那些人不是官员 您看错了 这儿没什么官员 你就是那些穿的像乞丐一样的人 一定看错了 我没有看错 洋人已经不是第一次和中国官员打交道了 他很认得中国官员的装扮 古代官员帽子上面有个圆球 圆球上面插着孔雀毛 给人看起来非常的典雅高贵 通过这个装扮很容易就能区分是官员还是平民百姓 所以想蒙骗洋人可不容易 两人在谈话的时候孙友道醒了 恰巧把这些对话听到了耳朵里 洋人语重心长地说道 这些年我在江陵府 宋江府 所有的官员都很有气派 对对对 所以我把我的钱交给他们 我也放心 如果柜上的官员都穿得穿不起好衣服 我担心他们会把我的钱拿去先做衣服 绝对不会的绝对不会的 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一万两黄金我要回去考虑考虑 其实洋人说的合情合理 谁也怕自己的投资打了水漂 毕竟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 也是自己用血汗换来的 一分一分攒出来的 刘罗锅派着胸膛给他打包票 他投资的钱绝对没问题 更何况大清帝国是当时世界上 最强大最富有的国家 更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礼仪之邦 浙江省又是丝绸锦绣之乡 所以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外面那些官员穿得破破烂烂 主要因为今天晚上有演出 那些站在外面的人全部都是演员 这个时候洋人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殊不知他已经被刘罗锅给忽悠瘸了 一只脚已经踏上了贼船 刘罗锅心里捏了一把冷汗 怎么自己还要替孙友道擦屁股 于是不耐烦地说道 我看咱们现在是到的早了 这福台大人到现在还没来 我说当差的打盹呢 赶快去禀告福台大人 就说英国商人查理先生已经到了 我说你呢当差的 赶快去禀告福台大人 孙友道当时都吓坏了 差一点就因为自己荒谬的旧官服 耽误了洋人的投资 真金白银打水漂 损失最大的还是自己 毕竟自己还要从中捞油水呢 他知道穿着旧官服 没脸贱人 用扇子挡住自己的脸庞 一溜烟跑没影了 他跑到外面怒吼吼的喊道 快快快快快快 回去快回去 快点回去 干什么你们都傻 站在这里干什么 你们都回家去给我换新官服 快快快快快 快起码回家 给我找一套新衣服 跟太太要换 快快点去 你们都傻站在这里干什么 你们都回家去给我换新官服 快去换新官服啊 皇上老子 让你们出来是当官的 不是让你们当救官的 当时所有人都梦了 不是他叫官员们 全部穿旧官服吗 怎么现在又要全部回家换成新的 难道巡抚大人因为年纪大了 脑袋糊涂了吗 不过领导的要求 大家伙也不敢违背 很快大家伙就焕然一新 大清帝国的精气神也体现出来了 虽有道把每个官员介绍给洋人认识 人靠衣服马靠鞍 老祖宗的话一点都没错 新官服的点缀让每个人都富太隆重 洋人感觉浙江真有钱 自己一定要好好地考察 证明自己的眼光不会有错 虽有道也在一旁及时补充 本神乃是丝绸锦绣之乡 他们今天用的都是家后针丝料子 由西子姑娘亲手绣成啊 查理先生您看 葡台大人穿的就是家后的丝绸料子 做才是西子姑娘所为啊 浙江女人各个心灵手巧 做出来的衣服确实漂亮 洋人看了以后非常满意 这单生意轻轻松松就完成了 最主要的功劳还在刘罗锅身上 孙有道不仅不奖赏他 反而给他掺了一本 主要是因为刘罗锅揭露了孙有道的圈套 让他成为了全省的笑饼 自己一把年纪了 难道不要脸面的吗 主要是自己派出了几十个人 跑遍了山东 广东 河南 江苏 安徽 湖南等地 收购就衣服足足花了几千两银子 现在全部赔在手里了 一定要让刘罗锅吃不了兜着走 很快奏折就传到了京城里 由和珅亲自送成给乾隆皇帝 没想到这次刘罗锅真的遭殃了 差一点就要面临牢狱之灾 这其中究竟发生了哪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咱们下期视频接着分享 您的支持就是我创作的动力 喜欢别忘了点赞 收藏分享加关注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咯